下面这个单词我们看看 我们看到美利坚合众国 怎么说呢 它就是州 那么50个州组成的联合国不同州 那么实际上它指的是什么呢 其实美国它讲的是 每一个州联合起来 就是这个州的权利 属于国家的最终这样一个 各种政治权利的一个组合 横成这样一个国家 因为state这个单词 它在这里我们说政客 不能叫政客 政治家吧应该叫 政治政客跟政治家还不一样 政治家叫stateman 政客的politician还不一样 那么这个stateman指的是什么呢 政治家 因此这个也可以表示国家 它指的是什么呢 有政治概念叫一个含义 政治概念 OK 强调国家有独立的主权 独立的主权 好 我们看看下面一个单词 好 人家费 Land Land 这个单词本身的含义是什么呢 陆地 对不对 本身的含义是陆地 或者是着陆 或者登陆 都是可以Land的这个词 好 但是呢 在一些这个文学作品 或者这个诗什么的 为了这个文章的押韵 或者是这个词的这个简洁 什么的 也可以用来 因此更多的使用在文学作品 好 一般的老百姓啊 就很少用这个词了 对不对 OK 好 下面这两个都是祖国的意思 Homeland Homeland Motherland Motherland OK 那么一般都是 像你在海外 是说去中国 是吧 你说 China is my homeland Is my motherland 你在国内的话 没有必要说 哎呀 说你从哪里来 中国 中国 is my motherland 这个就有点太那个了 对不对 我们把这词再读一下 We want to country Country Nation Nation State State Land Land Homeland Homeland Motherland Motherland OK 我们再看下一个单词 啊 一个人的 Riofi Pleas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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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单词 我们作为一个语音的训练 好 看看 大家这些单词 发音都比较相近 你能不能把它读出来 看看 好 从第一个开始 怎么说 好 Reanfi Pleasant Pleasant 好 下面 Present Next one Peasant Peasant 好 下面 President President Pa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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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遍 Pleasant Pleasant Pre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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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sident Parent 这个词是一个人的 对的 我们说不上的单词 Present 是什么意思 现在 现在 Present Present 现在 或者这个词还可以作为什么呢 礼物 OK 礼物 这Present Present Present是什么意思呢 Present是农民 农民 其实说到这个农民 咱们大家最熟悉的词是哪个 Farmer 对不对 OK Are we on the far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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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呢 就一般来说 这个Present 这个词是指的是什么 一般像这个旧社会里 像这个地主 农民 这种关系 就是相对权力 比较少 这种情况 对不对 然后这个 而现在这个Farmer 这个词 你要现在说起这个Farmer 这个词 就不仅仅是这个城里人 乡下人的问题了 我估计什么像 沿海那一代 什么浙江温州 那一大的农民 我觉得你就北京 上海 就是中层阶地 都不能给 不一定赶上人家的生活层次 对不对 所以现在我这Farmer 这种概念 就是非常好了 OK 不能说非常好了 大多数还是 还是得中立 OK 我们再读一下 Riafi Far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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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这个词 Riafi 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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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是什么呢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What's this 总统 OK 总统 总统 OK 好 下面一个单词 指的是什么意思 Parent 是 My parents My parents 我的父母亲 对不对 Parent 是什么呢 就担心 就是父母亲里的一方 父母亲里的一方 因为一般说父母亲的话 两个的话叫加S 对不对 Parents 好 这个呢 Parents 就是一方 父母亲的一方 这个单词 我们就做一个语音的训练 好 再读一遍 好 注意一下 好 Riafi Pleasant Pleasant Present Present Peasant Peasant President President Pa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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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OK 看看下面一个单词是天气 We have it Weather Weather OK 好 春季 We have it Sp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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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看 我们看看下面一个 有风的 Riafi Wi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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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们看看下面说一个短语 你看一下这是什么含音 Windy Joy 是什么意思 Windy Joy 什么意思 Joy是什么意思 Joy是欢乐 对不对 欢乐 Windy Joy 风中的欢乐 是什么意思 空欢喜 空欢喜 Well It's We need Joy OK We need Joy 说到这个Joy 其实大家应该比较熟悉这个东西 Joy 现在不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有一档非常著名的音乐节目 就是Joy FM 对不对 我想大家可能听过那两个主持人 因为是非常不错的两个主持人 对不对 里面他们在英语英文 主持一个歌曲的节目 是晚上9点到11点 9点到11点 应该说我觉得这两个主持人非常好的 我觉得在众多的目前中国的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里 应该是智慧灵系 还有加上反应 那是非常好的 里面主持的英文也不错 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听一听 里面最经典的一句台词是什么 这广播台词 那个主持人现在好像在中央电视台做了一档节目 他有他们每次这个节目的有一个开头一句话非常好 我觉得叫什么 我们把英语先写出了 OK 好 我们把它读出来 永远在生命中寻找快乐 永远在生命中寻找快乐 大家一定要听听这个节目 那两个主持人读这句话的感觉比我读上好上一千倍 你真的就会感觉非常快乐 OK 好 再读一下 Always Always Look for Look for The joy in life The joy in life OK 我们再看下面一个单词温暖的 Real feel W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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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下面一个下语 Real feel 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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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下面一个有时 Real feel Some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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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来读一下Real feel Sometimes Sometimes OK 其实都一样下面了 OK 好 这几个词我想我们大家学会一点基础英语的朋友都知道 这应该是一道考试题 对不对 OK 一般来说在这个不会太难 但是呢 基础东西里ABCD答案四个选项 它就是这四个答案 OK 要是如果掌握就等于非常容易了 Sometimes表示什么呢 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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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下面Sometimes是什么意思 一些次数 好 一些次数 Time这个词加了辅数以后 它就变成什么呢 可数的是什么呢 好 次数 好 一些次数 Sometimes 好 下面Sometimes是什么意思 某时 OK 某时 好 下面这是什么呢 一些时间 Sometimes 一些时间 我口头举一些例子说明一下 比如说第一个你看 有时 有时 I sometimes go shopping with my friend 有时呢 有时候呢 我跟我的朋友一起去购物 我跟我的朋友一起去购物 Sometimes有时 对这样一个评例副词 Sometimes I have been to Hong Kong sometimes 我去过香港已经什么呢 几次了 OK Sometimes 下面一个 这是某时 这是某时的 你什么时候来拜访我呢 Well I'm not sure Well I'm not sure Maybe sometime in the future Maybe sometime in the future Maybe sometime in the next week 你是不是来拜访我呢 我现在还不确定 下周的某个时候吧 Sometimes next week OK 最后一个我们看看 Well Have you made up your mind about this Have you made up your mind about this 关于这件事 你下定决心了吗 Well I need some time to think it over I need some time to think it over 我需要一些时间再去什么呢 考虑一下 OK 好 这几个词作为一个考点 也是最基本的一个东西 要掌握 我们再看下面一个夏天 We have to say sum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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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下面一个秋天 We have to say aut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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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美国人说秋天用哪个词 好 Yes OK We have to say fall 好 就是摔倒这个单子 Full OK 同时给大家介绍一部电影 可能大家都看过这部片子 如果你看过的话 你可以不妨再看一遍 这边学英文 你可以用英文再看一遍 这个单子我们来读一下 We have to say Legend Legend Legends Legend Full OK Full Full 它这个就是秋天 这个片子名字叫秋日传奇 秋日传奇 也翻译成什么 人情岁月 大家可能看过吧 OK 人情岁月 是好莱坞那种什么呢 商业片子里应该是非常值得一看 那个片子之一 我觉得应该是 OK 如果你是个喜欢自由的人的话 如果你真正能够看懂这个秋日传奇 你也就懂得了一个人的传奇 真的 我一点都不夸张 那里面就是在这个现实社会里 咱们大人就是一天为了名 为了利 为了这个东西去挣扎 去奋争这个东西 然后真正能提 你看到这个里面 片子的那种精神的话 我觉得可能会轻松一点过的 OK 我们再读一下 Legends Legends Full Full The Legends of the Fall The Legends of the Fall 好 最主要的是片子里的演员 都非常漂亮 这个女演员是演那个 秦归巴黎的那个Severiner 那个剧有特别浪漫的那个女主角 男主角你们猜是谁吗 Blada Peter 我想所有的女性都会非常喜欢 这个男演员的 我们再看一下 看一下下面一个 秋天 好 W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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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下去 Winter S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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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下面的12个月 再读一下 Winter Generife Generife Feverry March March April April May May June July July August August September September October October November November December December OK 好 给大家半分钟时间 再复权一下 谢谢 OK Close your books 好 把书合照 我们把复习一遍单词 然后休息 好 看看12个月份 好 我们10月怎么说 11月 3月 6月 1月 12月 2月 4月 5月 不要翻 现在说出来就是你自己的了 OK 好 下面7月 9月 OK 好 从1月我们来说一下 Ganary February March April May June July Ogust September October November December 好 春夏秋冬 好 说一下 Spring Summer Summer Autumn Winter 好 再读一下 Audio Spring Spring Summer Autumn Winter 好 下面希腊 好 维亚非 Greece 气候呢 很像 Climate OK 国家 Country Country 好 下面 Pleasant Pleasant 好 天气怎么说 Weather OK 文字叫Weather Weather OK 有风的 OK Windy Windy 好 下面一个温暖的 OK Warm 好 下面一个下雨呢 Rain 好 下雪 Snow OK Let's take a break Let's take a break